台下站喝一响 隔网都想哭上 TRR一亮相 简直是最甜的小苹果配最辣的舞 最妖的画面往直男新离处 急得大妈差点学错鬼步舞 就连王思聪演员赤字百饭与之为伍 2014年 王思聪歇时任女友及部分电竞成员现身TRR上海演唱会 随后还扔了女友和各女神合影留念 当时拳网拳王思聪把女团装自己兜里 没想到这一建议还真被采纳了 2015年初TRR行程开始奇怪 1号去海南 2号参加王思聪生日派对 3号还在海南 吃瓜群众纷纷上线 皇冠团今晚过后飞黄腾达 据说女团成员现身海南主要是为王思聪请生 对方也在社交平台正式谣言的准确性 不仅是爱出了现场表演照片 还留了剧有钱人性 事实确实如此 TRR在这年签约王思聪所在的香蕉娱乐 组合曝光量也迅速飙升 不仅现身最强大脑这种竞技综艺 还在直通春晚中被央视一眼相中 虽然没得到春晚入闯券 但未是春晚的大门却一开再开 后来TRR凭网瘾少女标签 献身各大电竞现场 展南粉也在这一年一增再增 就在事业步入一线女团正轨后 韩梅突然放出谣言 TRR已经被王思聪包养 还编造王思聪给美人送了一辆法拉底 替他们缴纳百亿违约金 组合名誉一夜间就这么垮了 TRR是最会穿制服的女团 不管你承不承认 2015年德马西亚被开场 六位靓女一身空军装让人挪不开眼 一手完全疯了 让场内外所有人完全疯了 TRR是典型的早出道 晚成营 在韩打闭一两年 组合还是不拔金的路人甲 因为不想跪舔资本 TRR在公司安排下转战日本 没成想还真红了 2011年 TRR新歌肉类PolyMV已经发布 立马窜上排行榜首位 其姻缘更是突破20亿韩元首度出圈 TRR失业路途也直上清云 那段时间组合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除了去各个平台转曝光 就是在练习室练习舞蹈和走位 每天想睡个饱觉 都是半躺在汽车座位上 也是这两年 TRR出圈到全国之名 只是这次的出圈是被全国人民谩骂 在剧魔事件中 TRR身上的黑料让六姐妹站不起来 不仅自缘掉一地 就连舞台也全然化为忽悠 那段时间TRR什么招都用上了 就连第七张专辑周大哥Sexy Love 都差点打上了擦冰球 只是这招不太好用 他们依旧是韩国群众的重视之地 TRR只能往后一步走成为主播 摇摇晃晃走到2017年 TRR也含中两国合约满期为友宣告解散 而今四年已过 据说TRR将于11月21日完整回归 你期待这天吗 刘花英向全国人民撒了个谎 直接让TRR这个大势女团沦落成五名胡团 2012年 百灵花刘花英内涵队友 说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欺负自己 此时正值韩国社会对霸凌现象十分敏感 下一秒 TRR价值数亿韩元的代言被他人抢走 直接从一线女团沦为人人喊打的阶下球 事件起因 仅是刘花英一次扭伤 日文演唱会前夕 刘花英意外扭伤脚踝 只见他脚打石膏稳坐轮椅 眼泪汪汪表示 自己脚伤太严重没法表演 大众不知道的是 脚伤只是白莲花的把戏 在到达日本后 刘花英先是做了个漂亮美甲 随后又在酒吧狂混到凌晨 团体其他成员则在舞蹈时重新编舞天空缺 光是练走飞就浪费了八个小时 演唱会当天 刘花英只在场上唱了一首歌 却被粉丝夸成惊艳偶像 期待对内成员齐刷刷流言 意志的差异 随后公司又突然发文辞退刘花英 就在这个风头道口上 刘花英向媒体哭诉心情压抑 自那以后 Tiara突然与厄运交上了朋友 恩静被迫停止录制综艺 素颜意外遭遇车火 致言表演被人用激光笔照片 有人伪装粉丝送他们有毒化妆品 黑粉发起的情愿Tiara解散签名活动 也受到大半个韩国人民支持 Tiara一胡就胡了五年 直到2017年才翻身把歌唱 有个自称Tiara公司前同事的人爆料 说刘花英才是小泰妹 就因为吃不了当偶像的苦 他不仅搞糊Tiara这个团 还凭一己之地 把全国人民耍得团团转 这种人不叫泰妹 又能叫什么呢 你端起循环过Tiara的day by day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